你知道老保中斷的話會有哪些損失嗎? 直接講答案 該繳的錢不一定會少繳 但是該領的錢一定會少率 最近見到一些讓我覺得很可惜的資訊 都是已經到了五、六十歲 才想到要了解一下老保 看看自己退休能領多少 結果資料看開一看 我的天 老保年資不到15年 有些勞工朋友甚至連5年都不到 還有累積很長時間的國民年金年資 有些國民年金已經補繳就算了 有些甚至欠繳了10幾年 過去大部分來諮詢的勞工朋友 幾乎到50歲的時候 年資都有20年以上 基本上就是協助他們的名顧 適合一次領還是月領 幾歲領最好 或是投保薪資太低 希望可以在現況的條件範圍裡 盡可能的優化 讓自己未來在勞保能領到的錢 或是省下的錢 盡可能的把效益放到最大 不過如果勞工朋友在退休前 有中斷投保情況的話 我必須告訴你最糟的結果 一旦你留下了一年的勞保加寶工廠期 你的勞保年金未來最高 會每個月稍領700塊 除此之外 很有可能你過去所繳的勞保費 未來能領到的退休金 全部都會變成白繳 被衝鋒 領不到半毛錢 這不是威脅你 這就是遊戲規則 然而只有看懂遊戲規則的人 才知道怎麼利用規則 保護自己 康小姐59歲 平常會接一些朋友介紹的家事工作 他未來質詢的原因是希望自己 未來能提早你到多一點的退休金 在20年前他有投保過8年的勞保 他在新智勞退還沒上路以前 就已經中斷勞保了 所以也沒有6%勞退金 後來98年翁明年金上路 他覺得可以維持一些保障 所以他後來都只繳國民年金 健保則是自動納入區公所加寶 然而如果維持現況 繼續繳保國民年金 他未來在企業年金以前 會有什麼影響 首先我們來看保障面的部分 只看生雇幾部這一塊 如果他在65歲以前 不幸跟上帝喝咖啡 就只會有國民年金的保障 98805塊 而如果他選擇加的是勞保 就算只投保基本工資 生雇保障就至少有961450塊 然而他現在就是加保在國民年金系統 所以就算以前有繳過8年的勞保 未來再領到年金以前生雇的話 勞保的那筆96萬保障 他家人一毛都領不到 再來是年金請領的資格 由於他曾經有8年的勞保年資 按照遊戲規則來看的話 他必須要同時滿足兩項條件 才能符合請領勞保年金的資格 首先第一個就是年齡必須滿60歲 再來是年資必須滿15年 好第一個條件在明年就可以達成了 不過第二個條件如果單純以勞保年資來看的話 他必須要加保勞保7年才可以領 也就是說以現在59歲來算 要加保到66歲以後才能領到勞保年金 不過還好的是他有繳國民年金 而且是在98年上路之後就一直有繳費 所以國民年金的年資已經累積14年9個月 接下來就算維持現在不到65歲 他的勞保年資一樣是8年 但也能因為勞保和國保的年資合計滿15年以上 領到那8年的勞保年金 對了這邊補充一下 勞保的結合年金規則並不是用國保和幣年資的功能 所以以他的狀況就算到了60歲時 就算加上國保年資有15年 他也依然不能選擇60歲黨8折月領勞保年金 好講完擬取資格 接著來看湯小姐維持現狀的話 能領到多少錢 我們計算了他過去曾經投保過的8年勞保 平均投保薪資是15840塊 勞保年金在65歲可以月領3982塊 而他的國民年金到他65歲時 年資預估會有20年 以現在的國民年金投保金額計算 65歲可以月領5138塊 兩筆加起來總共月領9120塊 這個就是他位置現狀比較 國民年金到65歲的月領總額 那如果他接下來加勞保到65歲的話 最高又能領到多少錢 我們可以計算一下他接下來選擇加勞保的話 到65歲勞保年資會有14年 如果能符合45800塊的平均投保薪資 勞保年金就可以月領9939塊 而他的國民年金因為改加勞保 所以停留在14年9個月 預估到65歲時可以月領3789塊 兩筆加起來的月領金額就是13728塊 比原本的情況多了4608塊 講到這裡我也必須提醒各位勞工朋友 勞保除了年資是越早加保越多以外 在你退休以前的投保薪資 會決定你未來退休領到的金額 我知道有不少人可能想罵 他調整完才領1萬多 這什麼爛政策 嘿你覺得他會領這麼少 真的只是政策的問題嗎? 別忘了今天的主題是勞保中斷 其實他的勞保已經中斷20年了 我們可以算一下 如果當初他的勞保沒有斷保 他到65歲時最高可以領到多少勞保年金 我們把過去的20年加回來試算 現在他就會有28年的勞保年資 那接下來到65歲時 年資最多可以累積到34年 如果R能符合45800塊的平均投保薪資 他的勞保年金可以月領24137塊 這個金額比他的現況包含優化的 領勞保加國保雙年金 還整整高出快一倍 另外如果他接下來選擇繼續加勞保的話 他在領到年金以前的深固保障 會從原本國民年金給付的98805塊 提高到勞保最高能給的160萬3千塊 整整比國民年金的保障高出16倍以上 這個就是斷保的影響 其實這場諮詢我們只能盡可能的協助湯小姐 因為勞保中斷就是中斷了 幾乎沒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把它補回 但是在整個諮詢結束以後 他也回饋了一些心得給我們 他說到政府的這些政策 以及出社會以後應該具備的基本財商知識 在以前學生之前學校完全沒有交 自己在過去也沒有特別留意 所以這次諮詢結束之後 他是一半感動一半遺憾 感動的部分是 雖然接下來能規劃的時間不多 但他至少還有6年的時間可以努力 而遺憾的是 過去中斷的那20年的勞保 他現在就算捧了雙倍的勞保費到勞保局 勞保年資也補不回來了 在聽到這件回饋以後 我只有一種感覺 勞保中斷超級可惜 尤其是當你知道勞保證券優化後 能領到的基額是國民年金的將近3倍的時候 真的會是想盡辦法都不能讓自己加到國民年金的機會 這邊也給大家三個能讓勞保持續加保的重點方向 第一 失業的話一定要主動申請 裁檢之前續保勞保 第二 自願離職以前 至少要先找能銜接勞保的工會 第三 如果可以的話 找一份工作銜接加勞保 哪怕實行工也沒有關係 然而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 湯小姐給我們的回饋零講到 學校真的應該要把社會保險跟基礎理財支持 納入必修課 最後我想提醒大家幾個重點 如果你有指定 一定要把這些重點抄起來 第一 勞保中斷會被加到國保 還是要繳錢 第二 勞保對比國保 保障內容差3倍以上 第三 勞保斷保一年 月齡金額最高少700 第四 就算有繳國保 月齡只補為200多塊 第五 寧願自費加工會打零工也別斷保 第六 年資太少可能上司提早領錢機會 第七 勞保能補腳 勞保中斷完全無法補腳 第八 只要有在勞動 用對方法就能加勞保 如果你有發現其餘的重點 但我沒講到的話 也可以在留言區留下你的看法 祝福看這支影片的每位勞工朋友 在退休規劃這條路上 一切順利 最終都能領到優質的退休金 好 今天的影片分享到這邊 感謝你關注艾倫的理財救市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